字幕志愿者 杜茜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黄思银 为你做现场live 那么今天呢 在美国股市下跌的利空之下 开了一个3.D盘 3D盘 3D盘一般都是收中黑的 那么最主要是在美国股市这边 真的是让人家会担心 尤其是半导体跟NASDAQ 是始终表现非常的弱势 所以以至于造成今天的沙盘 这种沙盘我在前两 前三天我就从礼拜三期后结算 我就一直告诉你 这里应该逢高 在16350以上都要卖股票 你不要去做追高 那要买下来再来买 尤其是昨天这种墓碑线 然后冲高到16400点 很多人以为说就要上去了 结果反而在杀委叛 那么我严路的跟你讲 1635以上的这个要减码因应 减这个多保留一点现金 这个是我大家从16号 我就跟明日台子集结算 震荡难免 拉高到16350前面减码拉回再买 有没有 这个是我在节目中一次的告诉你 供上五日线会转强 但是再供16350 五日线会转强但是你要小心 还是16350以上的压力很大 包括昨天我跟你讲说这里步步为营 背离它量价背离要小心 今天的这个贵买指数也呈现一个大跌的现象 也呈现一个把昨天涨的全部还给它 但是今天它有一个好处 它在守这个无日线还守得稳 表示这个中小型的贵买的指数 还是未来盘面的主流 它没有破坏现行 它反而创新高 创新高到200多点 然后才下来 那么我们再回头来看这个大盘 大盘在这边 今天一开盘很弱势地打破这个夜线 夜线在16167 一开盘 你看一开盘就16186 那这个很下 一下就下来 那下来的话就要寻求支撑 下来就是寻求支撑 我前几天有跟你讲 它会做M型 再来要涨再涨 那这个整个还是在这个盘整格局里面 那么KD在还没有到80就开始下来 那么将来会到50以后才会上来 那么这个叫做盘整格局 盘整格局当然是个股表现 还是有机会不是没有机会 那么在这里你操作 你想我想你假如听我在节目中讲的 我到昨天为止 短线的股票全部卖光光 我普通会员的股票都卖光光 包括特别会员 这个股票也卖光光 单股会员也卖光光 那么另外我们有的就是长线操作 长线操作那可以不用卖 因为我们都买在第一档 都不用卖 比如说我在321 这个我卖了一半了 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我在这边卖一半还在创新高 这个就只有卖一半就好了 那你就这个基本筹码留着 所以现在很多人最近在讲电动车 昨天前天下去电动车 看到这一则新闻的人 全部跳下去电动车 电动车还是主流 这是鸿海的董事长 这个不是郭台铭 这是他们现在目前的董事长 我多久是在讲这些东西电动车 我过年的时候就在讲电动车 电动车包括乙胜红硕这一些股票 顺达科你看 我过年这是2月20号的 那时候我就在讲这些东西 那你很多人最近才在追高这些东西 所以差别就在这里 你看五四七四的冲态还在创新高 对不对 这个我们在讲的股票都是有基本面 有好的基本面 我才会介入跟大家来讲这些股票 像元经也一样 他今天跌了 拉回找买点 元经 六四四三 他今天跌到四十一块零五毛 跟我规划差不多 因为他跌破五路线跌破五路线以下 下来找买点 这个跳功结果不要跌破就好 你看他四十一块这里有一个支撑 有没有 这一根就是告诉你四十一块有一个支撑 他到四十一块零五 你看再来看这个跳功结果 这个跳功结果在哪里 四十块六毛五 这个要来补空下个礼拜也不会 也不会 因为你们要看一看 最近的外资买不少 投信买更多 那你想想看这种买法的话 他这一波拉上来 全部都他们买的 全部都他们买的 他跑得掉吗 就像我以前跟大家讲过的 这边的时候 我在这边二十块的时候 跟大家来报告 说这一档股票有机会 我们从这一波做到这一波结束 做到结束 结束以后我们就休息 对不对 再来 对不对 再来 所以说股票就是 你要懂得卖 懂得买 你才能够可以全身而退 每一套牢的这个窘境 这是我告诉你的 这个我想今天的大跌 其实你只要长线收看我的节目的人 我在卖股票我都依告三天 你应该看我在卖股票 你就知道我依告了三天 我跟你依告了三天 你到昨天你一定说老师不准 盘中达到16400点 那你问题是收盘怎么样 那是要让人家卖股票的 我昨天几乎把我手中的股票 卖了很多我们会员 所以我说我做股票不套牢你 你相信了吧 对不对 我相信很多人 现在手上有很多的股票 你怎么办 你会不会紧张 美国股市假如说 美国股市在跌的话 美国股市很狠的 你看 NASDA 你看他这样跟你跌 这个不是 我们再来看一遍 NASDA 他是这样跟你跌 对不起 对不起 他没有弄出来 他这样跟你跌 昨天也跌 包括会办更是如此 会办昨天跌得更凶 这里没有论出来 会办还有道琼还好 道琼昨天盘中还创新高 才下来 真正的问题 台湾的问题是在NASDAQ 会办这一块 这对台湾的影响会比较大 但是今天下来了 我请问你 你不用紧张 不用紧张 你收看我的节目 我们长期性的节目 你不用紧张 欢迎你加入我们Telegram 跟MORE 55168 观光LINE 小老鼠MORE 55168 你加入了 譬如说你今天 这个加入了LINE A 加入LINE A MORE 55168 我利用假期的时候 我有选三桶股票 下个礼拜要进场的 我们股票卖的差不多了 球卖光光了 我下来下个礼拜 又回来到原点的时候 要再进场的股票 来我们大家 就会到点来探紧 我赠送给你三档好股票 欢迎你加入我们 官方LINE A MORE 55168 这个是可以双向沟通的 Telegram MORE 55168 我也会把信息给你 在市场上 我都领先市场 我都领先市场 告诉你答案 你看这一次的火烧联关船 我说被动元件 你不要再追了 真正有希望是在电动车 IC设计 疫情概念股还有机会 有些股票根本到现在 已经高点已过 已经高点已过 你就不要再买了 还有人在讲5G 5G最会涨的2345 这个以前 我在做5G的时候2345 是从90几块做到现在 子榜现在在涨 对不对 可是它是补涨 你看它高点已过了 它是缓弹而已 它缓弹而已 它不是这一次真的要涨 不是 3037这种 是怎么会涨 我在这边我跟你讲要跑 这里要跑 为什么要跑 ABF第二季以后 未必看好了 比较好的3046 这个比较好一点点 这个也开始要小心一点 股票就是有高档 一定要懂得卖 低档才能够买 你有买有卖 你才会成赢家 不然的话我跟你讲 股票套牢永远你有混 我不是在耻笑人家套牢 套牢很正常 你买股票 套牢是尽雄 你说你没没套牢 参与顾问照你没没套牢 我懂得卖 而且我卖在相对的高点 都卖在相对的高点 我们光以2328 现在今天也不会太差 我相对卖在相对的高点是45.7 你下来我要再买 我有现金不用怕 没有股票能够买 你知道吗 有现金不用怕 没有股票能够买 很多股票 好的股票还很多 但是我这一周所采集的是什么 贵出奴混土 建起奴出衣 这一周是上周 我说建起奴出衣 这一周是贵出奴混土 在礼拜三附近 我就开始讲 我在卖股票 我在卖股票 这个周期到了 先卖一下 尤其我跟你特别强调是什么 2021要步步为营 心头加一个限制 这个修正坡你要避开 每次的修正坡 而且这一次的修正坡比去年还多 比去年还多 为什么 因为它涨多了 涨多了 你看这今年以来的修正坡 包括这里一坡 这里在过年前一坡 这里一坡 这里又将要一坡了 但这一坡不会很大 这种修正坡都是 在高档震荡的盘整坡 可是很多人会害怕 为什么 你假如看这个图 这里假如是左肩 这里是头部 这里是右肩 那是不是头肩地完成 哇 刺下去 刺下去 但是这个要成立一定要 这一个点破 就是这个颈线 这个颈线是15089 你老师你跟我说15089 还有一千点 对不对 会不会来 我们现在问题来了 会不会来 你要先看这里 这个点你要先看 这个点会不会来 15657 这是连续来两次 所测试的这个点 15636这两个点 这个破的话 这个点破的话 会引发强大的漫压出来 那问题来了 问题就是这些法人 根本有的没有跑 也来不及跑 他只是在换股操作 A换B B换C这样子 因为怎么样 因为这个行情是多楼市场 资金行情还是存在 因为美国的QE 还是直系的 那么利率 虽然质利率有稍微提高 那还不至于 这个引发的强烈的通货膨胀 只是会引发短线的通货膨胀 但是在经济循环 刚刚起步翻身的时候 会带动物价的上涨 是物价的上涨 让我们比较头痛而已 会让投资人果足不前的 就在物价上涨 对不对 你看这原物料都在上涨 包括铜价的高涨等等 石油业高涨 这个我都会跟你避开 你放心 因为这个行情不会结束 我知道很多主力都还在里面 包括投信法人 外资法人 外资最近是比较弱了 因为他也不敢大买大卖 他在过年前过年后有大卖以后 他也不太敢进去 他昨天大卖了以后 前天大卖了以后 他觉得今天我看又要卖出来 今天又又砍出来 这表示什么 他也不见得看得很准确 但是个股很重要 你看我都有买有卖 等下个单位我们再来谈 欢迎你加入TELGLAM 莫无以六八 观望LINE的小老鼠莫无以六八 今天有加入的 麻烦你加入 加入我的粉丝 我会送你下个礼拜 我们准备要进赏的三档好股票 大家来分享 我请大家做会谈 我们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最大卖预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摩尔坚持 用心悬股 从全球经济脉动 到总体经济 从大盘技术面 基本面 到筹码面 面面俱到的 悬谷策略 摩尔坚持 创造会员最大获利 最为长期核心竞争力 唯有摩尔 名文侠二 Do you want more Welcome to more 欢迎买点 0223516168 0223516168 欢迎回到节目的现场 行情总是在大家最兴奋的时候 昨天攻到16400逆势环转 这个今天又开低左低 不管今天怎么拉 就是大概跌了200点左右 你前几天大量 我说没有量就上不了 结果大量出来以后 又是要套牢一些人 又是要套牢一些人 你做股票是不是常常遇到套牢的困扰 我相信很正常 对不对 这个很正常 人在江湖漂谁不哀悼 人在股市谁不套牢 套牢很正常 问题是你会不会避开而已 我都跟你亦告三天的人 你还相信一直买 买买了你就套 所以山顶上玩有谁能赢 底部进场不赢也难 这一句话藏在我心 因为我带会员 我一定要让他们不套牢 因为套牢以后会辗转难眠 晚上会睡不着 因为一想到美股今天晚上 不知道会不会涨会跌 一看到跌 尤其是NATIC跟道琼一跌 大家都紧张得要命 因为这个东西 这个道琼这一块 这一块真的是让人家胆战心惊 道琼OK 但是NATIC跌 有时候跌那么多 你想想看 跌那么多很可怕 它缓然一跌就跌 又把季线又破掉了 对不对 这个就是很专业的东西 我美股我非常的有研究 我每天都一定看美股 早上来我发的call信也是 美股是怎么样的情况 跟大家报告一下 因为台湾的股票 跟美股的联动性 达到八成以上 所以你用避开这些 美国股市老早就在 NATIC老早就跌了 所以你有些股票是要避开 我们的节目是礼拜 每天的以一点到一点半 现在改为一点到一点半 每天都有 晚上一点到一点半重播 我们很欢迎大家准时的收看 所谓有疾风之净草 路遥之马力 好的节目 需要大家的支持 我把我本分做好 尽量不让我的会员套牢 我说尽量不可能没有 但是我会处理 知道吗 像我这一次处理得很好 我们手上今天 到在昨天来讲 除了长线投资之外 全部短线全部出光光 我们会员看到今天大跌好高兴 老师英明 对不对 那你卖了以后你要买回来 没哪些股票才重要嘛 所以我在说下个礼拜 我一定会买股票 欢迎你加入 光光蓝的小老鼠莫无一六八 你加入了这个 我会赠送你下个礼拜 我们准备三档进场的股票 一起大家一起做会谈 你看被动员界很多人在推荐 我怎么跟你讲 2327 我怎么跟你讲 这就败了 你够600 你怎么够600 你看前几天到哪里 593 这600就没机会嘛 他真正被动是2375这一档 才是真正的主流在这一档 他这一次缓弹 你看他也拉不动了 这个不是主流 未来的主流一定是IC设计 变动车这两块 这两块一定是未来的主流 你要掌握这两块 那有些人员股是国家的政策 像6443这个是国家的政策 这个国家的政策它不会改变的了 这个不会改变的 它今天盘整嘛 这个不会改变的 这个拉回都可以注意 人买那么多它跑不掉 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 那么景气跟资金行情再创新高 多头直系的 2021年步步为行 心头加上一个显示 那么你要注意个股的修正波 避开风险 风险管控 那么股票买的时候 不要一次买足买满 你要分批地进场 那么我们下周要布局的是 电动车里面电机电控电池 得三者得天下 这是我们要布局长线的 大盘跌 有时候它还是不跌的股票 这才是可尝可求你所需要的 你所需要的股票 我们再看很多股票就是这样子 当大家不相信的时候 它就一直上上台 你看顺达哥 我过年前就在讲这一档 就在讲这一档股票了 过年前我就在讲这一档股票了 就在讲这一档顺达了 对不对 就在讲了 我过年前就在讲这一档股票 这红硕与盛这个过年前 就在讲的股票 所以我们的做法是 做做长看短 该卖要卖一趟 而不是死报活报 你假如死报活报的话 你这一次就容易套到 该高档套到 你不知道怎么处理 这个有时候跌下来 会让你很惊讶的 像3006我卖掉以后还在涨 我卖掉以后 我在高档卖掉94块 下来马上又涨上去 这个不能追 你等到拉回 这个拉回要买再来买 这个是我们在低档买的 高档出掉的股票 你像说我买的股票有一个特色 即便今天大跌 股票也不见得会跌 你看升丰 我175块出掉的升丰 6582你看 他也不见得会跌 又上来了 但是我这边一定要先卖一趟 卖一趟 回来要买再来买 这是一定的道理 你看我买的股票 在今天很多股票不跌 还不跌 三三六五一样 虽然我有小卖 昨天有卖 卖34块附近 今天也供到34块七毛 我不会念战 我做股票绝对不会念战 像广影你看 我卖得多漂亮 在3月17号 45块七毛 10点的时候 卖得多漂亮 我卖了以后 没有再创新高 等到回来要买再买 当然有时候卖的时候 也会卖错 老师买的又去 那当然会 股票没有那么厉害 哪一个老师说 保证说卖了以后 就开始大跌 没有那一回事 没有那么厉害 所以我们在操作股票的过程里面 我们还是步步为营 把我们的脚步做好 踏稳 稳扎稳打 然后在股票市场 能够当长青素 能够当长盛金 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 为什么要这样子 因为股市到底还是充满了风险 你说股票市场没有风险吗 一定有 绝对有 我们要如何把风险 降低到最低程度 把利润提高 人家说高风险高报酬 未必 未必 你假如买错股票 你就麻烦大楼 你只有套的混 因为股票涨得相对少数 所以这一波邪恶第五波是 所谓的勤谋乱务 你勤谋乱务的过程中 你要懂得去截择 当然好的时候你去抢会 障停板 障停板 那很恭喜你 可是有时候要一直障停板 是可一不可求 你要的是说我把 我买股票的结果比定存好十倍 不过分吧 定存0.8我10倍8%以上 我说的8%假如说一个月能够赚个10% 你假如说一个月能够赚10% 100万赚10万一个月 你知道一年是赚120% 很恐怖 然后加上陈述效用的话 你要朝这个目标来做股票的话 你要突然赚万倍有何困难呢 对不对 没有什么困难 但是你要第一个重点不要套牢 欢迎你加入Telgram More 168 官方LINE A 小老鼠 More 168 跟我们一起来操作 你今天有加入的 或者在Telgram More 你只需要股票的麻烦你表示一下 我们欢迎大家参加LINE A小老鼠 More 168 有其党的最后一谈 黄世民是大家的好朋友 好股票要跟大家分享 有钱大家一起赚 我们祝大家周末愉快 放开欣赏心情 迎接下个礼拜 从底部再进场的机会 我们祝大家操作顺利 谢谢各位周末愉快 谢谢各位周末愉快 喜欢并 la кт breathtaking